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我经常收到很多B站小伙伴的私信 说看了我的节目买了索尼的全画幅微单相机 但是却没有钱买全画幅的镜头 相比于佳能或者是尼康的单反系统呢 索尼的全画幅镜头确实大部分都比较贵 即便是我之前出节目讲过的两款镜头 全画幅的F1 50mm F1.8和F1 28mm F2 对于某些小伙伴来说还是比较贵的 而相比之下呢APSE画幅的镜头呢就会便宜很多 像尸马这样的厂商呢还会经常出一些性价比极高的镜头 比如经常在我节目中出现的18-35mm F1.8 Art 我之前也出过节目 这颗镜头不光是锐度直比一全画幅的F2.8变焦 甚至还可以在全画幅的相机上当作F1.8的变焦镜头使用 所以呢在买得起相机却买不起镜头的情况下呢 寻找像这样针对APSE画幅的相机设计 但是却可以覆盖比APSE画幅更大相场的镜头 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成本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 经过剪裁以后呢 原本30毫米F1.4的规格就会变成相当于全画幅相机在使用40毫米F1.8左右的镜头的性能 假如说使用像A7R Mark II这样4200万像素的相机 剪裁以后呢 也是可以保留将近2400万左右的像素 考虑到这颗镜头呢 只有1000多块钱的价格 而且索尼一卡口呢 也没有40毫米F1.8这种规格的全画幅镜头 即便是剪裁会丢失一些像素 但是性价比来说还是非常高的 当然可能会有小伙伴说 我们可以转接单反的镜头啊 性价比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区别就在于试码的这颗镜头呢 它是原生一卡口的 用过转接的人呢 应该都知道 我之前呢 也出过节目讲过 使用转接的方案呢 在对焦性能上 是完全没有办法跟原生一卡口比的 从视频画面当中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镜头的单次对焦呢 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的准 放在这些照片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光圈全开F1.4的情况下 解析力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因为小画幅的镜头 在挂的大画幅的相机上使用的时候 解析力会增加 当然了 如果收到F1.8使用的话 可以看到会更加的锐利一些 不过呢 不过呢 因为这颗镜头 它毕竟不是为全画幅的相机设计的 所以通过对比原片和剪裁后的照片呢 你会发现 画面会有比较明显的统形积变 不过呢 通过Lightroom我们可以手动的调整镜头的校正来消除这个问题 对于画面的锐度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完全可用 因为后期需要进行剪裁嘛 所以说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呢 各位就需要考虑这个剪裁的区域 否则的话 如果后期没有足够的空间呢 就会产生构图很拘谨的情况 可以通过打开相机的参考线设置 参照屏幕上给出的三分线的焦点 把焦点的位置呢 稍微向内移动一些 这样的话在拍摄的时候呢 就可以有比较好的参照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使用方式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其实索尼的相机 它本身也提供了APS-C画幅的模式 那么当开启这个模式拍摄的时候呢 就可以获得跟A66300这种APS-C画幅相机相同的视角 不过此时如果使用A7RM2的话 它所拍摄出来的画面像素就只有1800万左右 其实像这种光线比较暗的室内场景啊 对于大光圈的镜头需求比较高 假如说使用一些F2.8或者F4的变焦镜头 那么ISO很容易就会因为进光量不够而飙起 试码的这颗镜头呢它提供了F1.4的光圈 所以说可以有效的压制ISO降低噪点水平 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入的摩天轮里面 此时外面呢正是傍晚 所以说环境光比较暗 在客厂顶部的这个灯光亮度要比外面强得多 所以呢会极大的破坏现场的环境氛围 如果想要拍到外面的街灯或者是晚霞的话 最好是要把这个顶灯关掉 因为灯光关掉以后呢整个现场环境是比较暗的 所以说只能够靠大光圈来硬扛 但是呢它可以保留比较好的灯光氛围 有比较强烈的冷暖对比 拍出的效果呢我觉得对于一颗1000多块钱的镜头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 不过呢可以看到在光线这么暗的情况下呢 对焦还是会有些不利算 此时呢可以打开对焦辅助灯或者是使用手动对焦都可以 可以看到呢这个客舱里面还是比较狭窄的 所以说等向40毫米的视角呢 其实不太容易拍摄到整个环境 我的手呢已经快把相机举起顶到天花板了 可以看到如果在空间比较狭窄的地方进行拍摄的话 40毫米的视角呢还是会有一些够呛 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其实呢就我个人的观点啊 如果预算不是非常充足的话 没有必要先花很多钱在机身上投资 因为呢机身的降价远比镜头快得多 等攒够钱买全画幅镜头以后 机身呢也亏的差不多了 相比之下 购入一些便宜的APS-C画幅的机身 再购买一些像试码出的性价比比较高的APS-C画幅的镜头 即使是你后期需要升级到全画幅的相机 这些东西卖出去呢也不会亏很多的钱 况且呢很多的镜头全画幅其实也是可以使用的 当然呢我后面还会有 尸码最近发布的16毫米F1.4 以及索尼的A9加能的6D2的机身上 使用APS-C画幅镜头的节目 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 就欢迎继续关注 阿布拉基础测试之助失败 不下必比 拜拜